好 提到能源政策 我们听听看看肖美琴 他怎么说的 2050年 净零排放 这是台湾身为国际社会一份子 应该要有的责任与义务 与核能发电 侯市长与柯市长 过去都曾经反核 但现在变成总统候选人以后 也都拥抱核电 政治人物的理念和主张 不能只为选举 应该要有配套 要有解方 也要有逻辑 美琴和赖清德都认为 有关核电的讨论 应该排除选举的考量 回归到科学的论证 赵绍康反问肖美琴 说你民进党有两个审主牌 包括反核加台独 现在还走得下去吗 听听看 民进党有两块审主牌 一个是台独 一个是反核 拜登已经当面跟习近平讲 他不支持台独 民进党还是坚持抱台独的神主牌 叫他放弃他也不要 那是不是请小女士告诉我 前世有哪个领袖 现在支持台湾独立 是美国总统 还是日本首相 还是英国首相 还是法国总统 还是德国总理 谁支持呢 对 你民进党现在做的事 都是跟世界潮流相对相像而行的 核电也是这样子 至于吴欣宁呢 他是批评执政党 打诈不利 台湾已经变成诈骗岛了 他批评民进党 我们全民 辛苦的血汗前辈 诈骗的金额 光是一年两千亿 可以发两次五倍劝 并且他认为资安外泄 非常严重 很落后 他提出欧盟的例子 希望如果未来他们执政 他可以框证 或是fix这个部分 来 我们请教这个 我想今天这场电论会 三个人的角色蛮清楚的 就是说吴欣宁他就是 他感觉上面 他非常的像是一个 副总统候选人实习生 就是他今天 因为他的从政资历真的很短 然后他在毫无准备的情形之下 就突然的 然后被柯文哲任命为副手 然后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 我们可以看到说 他的确他在口语的表达上面 是有一些的这个进步 但是事实上 就说对于柯文哲和吴欣宁 这对这个组合来讲的话 他只要不扣分 其实就过关了 因为在今天证件会上 不扣分就过关 因为我们从过去看得非常的清楚 在这个在这场的选战里面 其实加分最多的 当然是赵绍康 就是说因为赵绍康跟侯友宜的搭档 使得侯友宜 从原来非常不看好的 这样子的一个候选人的一个状况 现在是跟赖销 处在一种纠缠战 焦灼战平手的一个状况 今天这个吴欣宁 他所阐述的所有的这些的证件 其实就可行性来讲 其实是非常的低 大家就是看着他很好很好 你就平安的讲完 下装就可以了 就是比较严厉一点来讲 就是没有人把吴欣宁 说的这些的证件当真 因为他实现的可能性非常的低 而且真的要实现的话 风险性也非常高 其中一个就是所谓的主权基金 第二个赵绍今天非常的清楚 他还是把这场证件会 当作是一场辩论会 来做主要的一个攻击 他的这个炮手的定位 是职攻赖锦德 从这个赖皮疗的问题 开始来着手 第二个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有关于所谓的 他们被扣上的这个亲中 这样子一个帽子 到底谁才是真正的捍卫中华民国 因为关键是在说赖锦德之前 前两天的时候就在这个 政见会上面 他不是说出来选总统的都是台独 那所以他今天针对这一点 做了很清楚的一个回应 然后来告诉这个全国的这个民众 就是今天赖锦德他在用中华民国 他只是在借壳上市而已 然后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就在于是说 他除了攻击之外 他其实也在他的这个论述里面 包含了他的政见 那个政见就是今天赖锦德跟肖美琴 他们所走的路 是讲得好听 是说要摆脱这个锁禁这个中国 要走上世界 但事实上是在面对当前的这个局势之下 他们对于中国大陆 他们除了反中仇中抗中之外 他们没有解决问题的策略 当今天大陆对我们施加了 这个ECFA的相关的一些 关税的报复的时候 他们除了喊这些口号之外 他没有任何解决的问题的方法 所以说他也提到了就是 他们当然要连接市场 开放所有的这个市场 但是问题是 当大陆是我们一个 这么重要市场的时候 你难道就是这个市场于无故吗 所以我觉得在今天的 这个攻防的这个层次上面 这三个人的这个角色的定位 是非常的清晰的 但是就是在于考验民众的选择 是你相信哪一个 哪一组的候选人 真正的能够让台湾未来走向是一个 更开放更和平更繁荣的 而不是像而不是兵凶站围 碰到的问题不能解决 除了去谩骂去抗议共产党之外 其实是一事无成的 大家知道萧美琴要答应出任 这个副总统的这个候选人 考虑了非常久 所以外界会认为说 他是美国人派来的 讲直白一点来兼军的 或者是依赖论 就是认为赖清德 可能美国人也不是这么信任他 关于这一点 刚刚萧美琴有做出回应 我们来听听看 美国和台湾是坚实的伙伴 我们都相信民主 对印太地区的和平繁荣 也都有坚定的决心 台湾是区域内 有能力也负责任的一份子 会跟爱好和平的朋友们 团结在一起 为区域的和平做出贡献 我们立场坚定 方向确立 脚步稳健 没有依赖 只有信赖 没有依赖 只有信赖 大佬 我觉得我不愿意花太多时间 像齐凯或者是乃津 去讨论吴欣 因为吴欣赖 当选的机会是零 比起齐凯的列明第八 还有我们圣汉的列明第四 他是零 所以我觉得今天在电视机前面的 有一个观众 其实不在意 他到底讲哪些 所以我还是要回到萧美琴 因为萧美琴今天晚上很多论点 其实都是很武断 而且充满意识形态 比如说如果他们没当选的话 那很多政策 比如说长照 潜艇 潜舰 都不会继续 还有社宅 这个谁讲的 这个一定继续 因为这个是台湾人的共识 只是不同的政党执政的做法 效率 浪费的资源有多少 有所差异 没有人说你照潜舰 我当选了 潜舰就丢掉了 不要了 还有说我老赢家就不需要照顾了 没有这回事 还有他特别强调的一点 就是说如果你们当选了 你们就要走回头路 就走回去单一市场 那个现在经济状况正糟糕 而且回到22K 回到失业率有多高的中国市场 这个也不是新的议题 这已经实验了好几十年 大家都看到台湾跟中国大陆 是走不开打不得 刚才废宏泰也讲过 你没有中国大陆 你台湾就垮了 像这种事情 不是你愿意被回去老路的问题 是台湾真的在经济上 两边是互相依赖的 你晓得张宋某最相信 最肯定最崇拜的 哈佛大学的教授叫艾利森 艾利森就讲过 在中美台紧张关系当中 台湾要当选人 要发挥最大的智慧 不能有战争 然后你从中得力 你现在加美琴这一边的人 是觉得说我只要跟进老美 在他的后面跟着他跑 绝对没事 但是我跟你讲 两边中美的比赛 中美的两边的距离 未来不是你死我活 不是只有单方会活 这个是两边的落差 有的时候靠近 有时候拉开 有时候靠近 有时候拉开 你台湾愿意把你的未来堵在一边 如果他生 你就活 如果他败 你就死 是这样的吗 这个是基本上国民党 或是蓝的 我现在不愿意讲蓝白 我觉得 我怀疑白是跟蓝是一样的 但是蓝的 蓝的想法跟做法 跟绿的想法做法 真的是完全不一样 这个是如果今天是新的议题的话 那我们就说 那再观察 以观后效 不是 已经走了好几十年了 台湾到底是在中美的矛盾 跟紧张关系下是怎样活下来的 很清楚 大家都有妥协 大家都各取所需 今天走到这里 每一方都有错 每一方也都有可取的地方 是 今天候选人 他们是副总统候选人的 政见发表会已经落幕了 会不会为民调加分或减分 我们不知道 不过前两天 总统的政见发表会 其实对民调有做出一些 所谓的起伏的贡献 任何发表会 的意志 中文字幕提供